好 三一即将戒完两周年 不止台湾 其他国家像是欧洲国家 也都有类似的反核的活动 他们也走上街头反核 呼吁政府要立刻停用核能回头试案 25000人齐聚德国核电厂附近 手上标语充分说明他们的来意 关掉核电厂立刻废核 现场还有辅导灾民以行动声援 福岛在两周年日子在即 德国反核人士以言联合在爆发行动剧 呼吁众人应该勇于承认核能政策的错误 德国反核运动发起的早 从1970年代至今 前年福岛爆发核灾将反核声浪推向高点 梅克尔政府也允诺在2030年前 全面停用核能完成无核家园 但反核人士还是认为动作太慢 正在耗损下一代的未来 反核声音9号同步飘扬在法国首都 巴黎六大区有15000人响应 在国会财政部以及核能公司 所在的市中心大楼前 由绿色和平领军的反核人士 以人链团团围住财政部和核能公司 由于警方不准群众靠近国会 引来反核人士呛瞎 批评议员助攻只把利益摆中间 缺乏自行能力 为了能源自主 法国高度发展核能工业 有19座核电厂 58个反应炉 不但是世界上最仰赖核电的国家之一 也是当今核电重要的出口国之一 眼见同属核能高密度的日本发生核灾 法国反核意识虽然抬头 现任总统欧兰德也允诺在2025年前 将核能供电比率降至50%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核安能不能hold得住 沉到那时恐怕谁也不敢挂保证 明镜新闻的因此综合报道